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君 歡迎鎖定 今天一月十四號 在星期五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了播出新台灣加油 這個地方要給臺中市政府高度的肯定 終於召開記者會做說明了 有關在南屯 就是八一七招待所 涉及佔用公保地的問題 有關在這位於殺戮龍井的 這一個一千兩百五十瓶的莊園 涉及佔用國有地 也是一個河川保護地的問題 還包括涉及違建 那麼跟嚴加有關係的黃昏市場 在早上九點半 我們都看到臺中市政府 終於面對過去這段時間 好長一段時間 新台灣加油所提出的一律 終於正面召開記者會了 不過我們看到的是 不管是招待所 不管是莊園或是黃昏市場 涉及違建的一個問題 現在臺中市政府的說法 比如說招待所 他認為要自拆 自拆現在看起來一個多月來的結果 拆了百分之五十 臺中市政府很顯然今天認為 他們下了最後的偷疊令 這算是硬起來嗎 都發局今天上火線告訴大家 限七天之內一定要拆完 這是一個公保地的違建問題 那麼沒有完成的部分要強拆 另外在殺戮的三角黃昏市場 因為也被舉報違建 臺中市的都發局 今天告訴大家 他們下週要去復查 那復查的結果 如果是違建之屬實的話 也要求他們十四天之內 要自拆來改善 那麼一規定 注意聽喔 排拆 一規定要排拆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在殺戮 融解的這一個莊園的問題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這段時間 全國的觀眾朋友 隨著中二選區 那沸沸揚揚 不過呢 他的爭議沒有隨著 在禮拜天 就是五天之前的投票行為 落幕之後 畫下的終點 反而是認為公權力 在選舉之後 是不是應該有 更沒有包袱 大刀闊斧 去依法 去執法呢 因為這個莊園違建 佔地的部分 又是國有地 而且裡頭又有地下違建 包括整個竹箭屋 竹箭屋長高長胖 還有一開了一個佔有河川保護地 一個大概有一百公尺 以上的這個所謂的車道的一個問題 現在都發局也說話了 最後也告訴大家 有列管排拆的問題 好 我們又來看 台中市都發局 是不是真正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相對的篇幅 來聽聽看 當然呢 在今天節目當中 真的牽涉到兩個女性的縣市首長 他們當前所面對的問題 剛剛的女性的縣市首長 就是臺中市長盧秀燕 接下來呢 這也是國民黨所執政另外一個地方的一個縣市首長 他是林資廟 根據我們昨天第一時間為了獨家所掌握的消息 檢聯 包括宜蘭地檢署 包括廉政署 他們搜索約談的宜蘭縣長林資廟 現在呢 許多的報導 建置有五十億元 牽涉到五十億元 羅東區段徵收的弊案 我今天稍後播放地檢署的檢察官是怎麼說的 那現在林資廟被宜蘭地檢署附訓呢 包括建設處長被升壓 那麼地政處長焦寶 降臨一個涉灘毒一個弊案 在有重大進展的同時 宜蘭縣政府呢 為什麼會呈現 這是建設處的代理處長吳曹琴 包括農業處農務科科長呢 吳東元兩個人承辦開發經費大約五十億元 就是大臺東地區的一個治水防災的區段徵收案 徵收案跟周邊的土地總共有十二個單元 涉嫌到圖利多米的地主 免課徵土地增殖稅 包括遺產稅包括贈禮稅 包括田稅等等 好 這兩個人經過宜蘭地檢署覆訓之後呢 現在呢也呈現似乎是不是有所謂的政商勾捷的問題呢 兩個人已經被聲壓禁見 好這整體的發展來一一為你邀請到這幾位關信息來賓 那首先資深媒體人 周年晃 小君好 大家好 國民黨的臺中市議員羅廷偉 主持人好 觀眾好 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圖木學博士王玉川 王博士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曉老師 小君好 大家晚安 好 前陸軍上將一輩城 小君好 大家好 全國建築師工會理事長劉國龍 劉理事長 小君姐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民進黨的臺中市議員師志昌 小君姐 大家晚安 有關疫情最新發展 我們過去說超級傳播者一傳十很嚇人了 現在居服員好像一傳十八哦 有多所學校也因為這樣子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之後六七所學校因此停班 然後有地方比如說聯邦銀行連續14天上不了班 很多學校也停課了 馬上獨家連線給民進黨立委當選人林靜穎 來看 這是從臺中市政府最新出手動作來看起 臺中督發局發出公告已經自行拆除一個多月 最新進度只有百分之五十 經勘查圍牆大門林大同九街違建 合法建物左側以及佔用國有地部分等違建已經拆除 臺中督發局多次被質疑袒護嚴家 吃吃不下最後強制拆除通牒 十四號大動作周開記者會 那因為連結的關係 所以我們擔心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有比較多的公安的疑慮 我們會限期今天會發文 限期在七日內 請回建員自行改善態度 嚴家招待所從空照圖來看 目前三個部分還沒有動工 分別是大門左側木造圍梨 以及主建物右側圍建 還有大同八街側邊建物依然沒有進度 台中督發局表示此處違建臨近公園 加上純潔將置 由公安一律十四號將發文通知所有人 七天內要全數採除完畢 否則將會強制排拆 不過另外殺戮龍井交界處豪宅除了違建 違反都市計畫保護法將開罰 會刊的紀錄 它上面跟展的土地的使用 有進入庭園還有庭園內的車道 跟種植樹木 我們會啟動相關的復查 如果說確認 我們會發通知違章的認定書 而上路黃昏市場違建 都發局則定位要到場復查 確認違規事實後 才會發出違規通知書限期拆除 好 我們一個一個案子來看 我請教是建築師 這是理事長 在過去這段時間 你曾經幫我們瞭解到 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危險罪的部分 應該要立即來處理 今天台中市政府 終於面對全國所關注這個議題 你怎麼看他們今天所做的一個決定呢 其實我們非常感謝 那個台中市政府終於開始有動作了 當然在選舉中 我相信就行政人員 他也不敢 也不能有動作 因為這樣的話 會有一些偏頗的狀況 可是我們都知道台中市 他在整個違章的認定 他有分為四類的違章建築 然後他一共有三個軌道 就是說他排三個順序去排差 那四類呢就是用101年8月以後的 然後他如果在興建中的 或者是101年8月到100年4月之間 還在興建的 這叫做第一類跟第二類 第三類就是在100年4月以後 然後在100年之前他已經完成的 那當然第四類就是100年4月以後 之前蓋的他已經完成了 所以說A B C D類 那他的排列順序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還在施工中 他全部都要拆不管你是什麼 這就是第一軌 那第二軌呢 他就說只要是法院監察院 媒體或者是公眾 或者是甚至於有大眾 有特殊意向的 他排第二軌 然後第三軌呢就是排序了 那我們今天看到台中市政府 他的講法非常自視 也就是說好 我們來調查 調查以後呢 我們如果數十 我們再來排第三軌 依序來排 排拆 那第三軌的 我相信這個案子 可能好幾十萬件 那當然要不要排拆 當然是市政府的職權 那因為是公眾使用建築物 他的狀況 甚至於這使用人是公眾人物 甚至於會有影響到 我們市政府執行力的狀況 那是不是市政府要繼續 來依序排在第三軌 那當然我相信 我們台中市政府的市政 政府的市長 他自己會有考量 那當然就公眾人物而言 我是覺得 他應該要比較高規格的去探討 那我們現在來看 看他的實質上違章的狀況 也就是說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說 違章可能我們全台灣 很多住宅 人家都會說 你家裡就減一間 甚至一天就說 我就減一樓 大家多多少少會違章 所以說案件非常多 他只要是非公眾使用建築物 他去排拆是沒問題 可是他如果危機到公眾利益 甚至於公眾的安全的話 那我相信不只是第二軌 應該是排序在第一軌 也就是說他涉獵到我們未來的人身安全 或是社區的安全的話 就應該要馬上急爆急拆 不應該再分為ABCD類 也就是說他即使是很久之前蓋好了 可是他已經牽涉到公共的利益 跟公共的危險 好 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 在ABCD這塊地裡面 他的合法建築位置就只有這樣子 一樓 四四方方是合法的 也就是在公共設施保留地 我們都知道他只要是要新建建築 新建住宅 它是允許 就是說所有前人 他因為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他也希望大家能夠低量 低密度的去使用 所以說住宅的用地 只能在兩百米平方 也差不多六百 六十多坪 它是可以合法 所以說他們就新建了一個 這是合法的 可是我們來看現況 這個不是這一棟 並不是全部都是合法 那麼大 然後包括這裡 這一些 都是沒有辦法申請 使用 使用制造 所以說他合法的部分 可能按照比例 可能就在這裡 最多最多 就在這個畫面 所以說他如果要排拆 住宅並不是他是自用住宅 或者是使用如何 而是我們來探討 因為他已經用成 變為公公眾使用的用途 建築你如果是住宅 住 自己住 當然就是我的家人住 那我的家人如果產生 萬一產生火災等等 那我自己能夠控制 因為人數非常稀少 那可是呢 他如果變成招待所 就是不定性 不定的特定人物會進來 那特定人物會進來 他就會比較複雜 複雜的話 那他如果萬一 有一個比較行動不便的人 他進來了 那產生那時候產生了 有意外事件發生 那會產生有一些 生命危險的狀況 所以說 因為他涉及 公共設施保留地 他是可以興建 可是在這裡 他是不是 如果使用為住宅的話 當然就可以不用拆 那我們就繼續排拆 那如果是使用招待所的話 那應該就是要快一點去拆 因為他涉及到公共危險 那我們再來看 另外 這個就是整個 公共設施保留地 拆的狀況 就他而言 在這裡 未拆除部分 就是我剛剛有畫了 就非常明顯 可是他這裡 可能 這是不是他的地 應該不是 那他這裡就有很多的 ABC都沒有拆 合法的就是我剛剛畫的這一塊 就這一塊 那拆的狀況 是這樣子 那當然 是政府去拆 現在是自己在拆 那自己要拆 拆除了以後 還是一樣 就一句話 也不要使用作為 公公眾使用的用途 也就是說 你不要再去 做成招待所了 就是自己自家用 或者是做倉庫 等等這一類的 就自己自助的 自作自用的行為的 那是還好 那台中市政府 現在要求自拆 然後如果沒有拆完之後 他們接下來的公權力的行為 是對的嗎 符合可能涉及到有公共安全 台中市政府現在的做法是對的嗎 台中市政府整個流程是對的 他就這個部分是對的 就這一塊地是對的 因為他現在是因為他涉及 公共重使用的狀況 所以說才要拆 他如果今天我這裡變成一個 自己住宅 也沒有外人進來 那我們就依序排拆 是 那他既然是一個招待所 當然就是因為涉及到公眾的安全性 那應該就要去把他拆除 所以你認為應該要急爆急拆 對 要急爆急拆 是急爆急拆 而不是就像他所講的 是排到第三軌去 是 那我們現在就看 如果他拆除了有50% 那這50%以後他停滯了 他如果是停滯了 可是他的使用用途沒有變更 也就是說他還是依序有人在使用 也就是說我們拆除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真正的把他的骨架拆除 那個就真正的拆了 有的叫做拆皮毛 也就是說像我們把面罩 把他拆一下 可是你的骨架都還在 那以後他還可以恢復的話 那就是我們就是 市政府當然他就會有資料儲存說 你已經拆了 那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那我們希望他也真正的能夠急爆急拆 因為他已經涉及到公共危險 你想那我這樣問對不對 現在他拆了50% 你的意思說我現在要求 他們自行拆除 如果在七天之內 你沒有自行拆除的話 我就依法來排拆 可是用第三軌方式來排拆 有可能所謂的排拆是 我有多少經費 我就依照這個順序來排拆 有可能真的是漫漫長日曠日廢時 根本很難排得到 很難排得到的狀況底下 他已經是自拆了50% 也許我還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有可能 真的是排到何年何月何日都很難說 是這樣子的一個結局嗎 其實剛剛小金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如果排到第三軌的話 我剛剛也有講 可能排40年 也排拆不到 因為他就是依序 前面很多 其實以前在張文英時代的政府 的市政府 他有依照使用的強度 他使用的強度 有分數 有打分數 有打分數 就是說你分數高的就要往上提 分數高的往上提 所以第三軌也有列為優先處理的 是不是 對 智商這邊要補充是不是 來智商這邊要補充什麼 其實他這個針對817的這個問題 其實都發局 其實今天他們有開記者會 那當然他的這個新聞稿內容是寫說 由於此處 警鄰的這個公園 再加上春節 未避免造成公安問題 都發局今日發文 然後通知所有人 須於7日內 全數拆除完畢 屆時未完成 將依規強制拆除 依規強制拆除 就直接強制拆除 強制拆除了 強制拆除就是排序拆除 可是這聽起來兩個有落差 這兩個沒有落差 如果你強制拆除 就是感覺 建基禮籍 來阿川這個怎麼去解讀 我聽起來兩個感覺是有落差 台中市政府發了新聞稿 他說強制拆除 那是第一段 第二段直接寫排序拆除 意思就是說 他前面跟大家講的硬 強制拆除 下一句話說 依照這個違建的處理的原則 排序拆除 然後怎麼說要排序 還有兩禮拜就過年了 對 還有兩禮拜就要過年了 我幫你保證 這些房子都不會拆了 不會拆的 不可能拆 因為他已經排序了 排序了 你知道台中市現在有多少的違建在排嗎 超過十萬機 所以你排到天荒地老 你也不可能拆到 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從頭到尾就是在脫身 就是這樣 就是這裡三檔都不會拆了 不可能拆了 因為他就全部掉到海裡去了 就全部排序了 你說這三檔 包括中原也是 都不會拆 包括違規的這個黃昏市場也是 都不會拆 因為他全部排序了 全部進到海底了 其實 所以智商看起來有落差 其實沒有落差 是不是有落差 我解釋一下 你解釋 因為強制拆除 就是你不要自行拆除 我們統稱全部叫做強制拆除 強制拆除 它有排序 也有很快的 就是我說過 就分三檔 強制拆除有三檔 其他的都是自行拆除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你七天你不強制 自行拆除的話 我就歸到強制拆除這一塊 這一塊有三檔 第一鬼就是急報急拆 第二鬼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完成了 第一鬼都是施工中的 然後第二鬼是 你已經完成了 可是呢 因為媒體監察院法院 要求你快拆 那你就排到第二鬼 那其他都到第三鬼了 到第三鬼 所以說第三鬼就依序 依序就比較慢 所以說這還是強制拆除 只是未來的強制拆除 理長我問一下 那公安問題 因為他寫到的是公安的問題 那是屬於第幾鬼 公安問題就市政府認定 他有講 他說下禮拜會進行 請市政府 就是會派員 確認有沒有公安問題 所以還是市政府認定 如果市政府認定 沒有公安問題 也罵免條 沒有 屬長 我要講 這個公安問題 在一個多月前 都沒有公安問題 對啊 現在突然就有公安的疑慮了 我想這裡面 他講到的這個內容 新聞稿裡面 第一個錦鄰公園 這個一個多月前 就錦鄰公園了 所以這不是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 這個因為春節僵致 避免這個公安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 其實我做議員 我其實很希望相信 我們的公務力 是 所以說 從原本 一發現違章以後 那個原本都很漂亮 很好 後來經過 嚴加的專業公班 大家有看到 這國外來就是 一區一區 那個土堆 所以我真的 這個 我可以合理理解 這個 這個 有飛沙手持的可能性 再加上 這一個多月來 其實很多人 南來北往 特別去那個地方去看 是 真的可能有這個安全的疑慮 再加上春節 可能很多人都會坐遊覽車 哪裡來 大家來看他們 他們817的公保地 有公安之語 的確有公安之語 我是認為這樣的理解 但是 看起來有落差 來 這個落差的狀況底下 我想看第二個案子 也比較辦理 第二個案子 我們看莊園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聽到了 一開始的時候告訴我們 如果你七天之內 你不自行拆除 我要強制拆除 可是強制拆除 屬於第三類 也要依序排拆 那依序排拆 看起來 可能這個字 漏漏等 有得等 不是第一軌當中的 急暴急拆 這樣叫做強制拆除 可是事實上 可能曠日廢時 要等非常久 那這樣是一個 合法的程序 合法的一個等待嗎 那莊園的處理方式 他今天開記者會 他怎麼說呢 理事長 莊園的部分 講得非常含蓄 也就是說 如果是國有地 清正國有地 當然清正國有地的地方 全部都要把它拆除 歸還給國有地 是 可是其他的保護區 這邊他沒有講到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保護區 因為我剛剛有報告過 我們所有的東西 只要是 他是非公公眾 如果是六層樓 其實他現在是四層樓 可是他加了一樓 又加地下室 就變成公公眾使用建築物 如果是五樓是不用 加地下室 就變成公公眾使用建築物 那他就比較危險 那我們現在來講 第一個 一定要幾爆幾拍 因為這是要歸人家土地 然後第二個 他在保護區 他會破壞水溫 破壞整個生態 然後第三個 其實這一塊地 最重要的是在 露天觀景台 跟他的車道 這裡我相信 不管是所有前人 或者是市政府 我們也不要講說 他已經完工了 所以說我就排入第三櫃 因為他是牽扯到整個社區 附近社區的生命安全 跟未來整個水溫的破壞狀況 那你保護區的 雖然是自己的保護區的地 可是你應該用的只是直速 那我先把這個車道 就把他封閉 然後把他拆除 然後把他回歸到大自然 這個露天觀景台 也快點把他拆除 那這個應該要列入第一櫃 如果沒有列入第一櫃的話 他永遠對市政府 會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因為這是公共中使用的 他也是一個交易室 也是大家不特定的人進來 第二個這個車道 如果真的淹水 萬一有一天 因為現在是沽水期 大家看了都不知道 他未來會如何怎麼樣 如果是一個大雨季節的話 如果有淹進去了 而產生 甚至於任了一個人 有產生受損或是傷害 那到底是要國賠 還是要市政府賠 這都不好 所以說我是覺得 應該市政府就切開 如果他是屬於非公共中的 就像八一七一樣 他如果把內裝全部拆除 變成是一個住宅 那我們就來看 他是一個非公共中的狀況 那我們就讓他保留他原有的 甚至於他都要來排拆 這個我相信 社會大眾也能夠接受 可是他現在的做法是這樣子 他今天的做法 在這個殺戮莊園的部分 因為同樣涉及到違建 你知道我們也調出相關的地籍資料 那許多人也PO出相關的 從這個衛星空照圖看出整個進度 台中市政府是說 下週要前往複查 那他說 都發局局長今天黃文斌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殺戮區的國昌段 有490跟494這個地號 是屬於私人土地 那龍井這個路段裡頭 因為又牽涉到有國有地 所以昨天他們收到了殺戮 包括龍井區公所的查報單之後 說下週要依規定前往複查之後 開立違建的認定書 注意看 下週要去複查之後 開立一個違規認定書 然後依照程序通知違建人 限14天之內自行拆除或是改善 並且依規定列管排拆 你看到列管排拆 那433-6跟490的地號 因為位於在都市計畫區的保護區 那都發局說他們1月7號 1月7號收到了國產署的一個 現場勘查的紀錄之後 已經依規定發函給當事人 同樣要求14天之內陳述意見 確認違規事實中 依照都市計畫法規定來裁法 來這兩個案子 這台中市政府都發局 好不容易今天開記者會 來這個益川你一直follow 那我們剛剛看到 難道真的有試圖大師化小 避重就輕嗎 來益川看到什麼 今天的都發局的記者會 最主要就在談這件事情 叫做台中市違章建築業務說明 就是扣個這個 剛剛理事長也提到 他分了四大類分了三軌 在處理這個事情 今天局長所有講的話 全部按照這個沒有問題 全部按照這個 那這裡頭我們先講第一個案子 就是817這個案子 那這個投影片都是都發局做的 都發局今天簡報的所有的資料 那他直接說這兩個是違建 那這個是合法的 然後他這裡頭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叫做 重點在排成 不在強制拆除 強制拆除 剛剛理事長有解釋 所有要拆的都叫強制拆除 就是說你這個違建的人 主人你不用聽 我政府幫你聽 現在問題是台中市政府 現在差不多十幾萬人在排隊 有人算過差不多四十年 台中市議會 當時台中市政府 為什麼要做市長 要增加這個拆除預算 拆除的這個預算 顏立民第一個反對 黨團幹部說 不行不行錢收這個 怎麼有人聽一個家 現在全部進入排成 叫做排齋 簡稱就是排齋 所以這一棟我告訴各位 這棟不會再聽 第二棟呢 就是這一棟 今天都發局講的只有這一塊 保護區的 他說得一堆 他怕說這裡而已 為什麼 因為國產署和統帝這裡 車道 因為這是國產署的土地 他說我接了國產署 拿給他的東西 他不說 這裡 其他這裡 什麼招待所 車道裡面 尤其是這棟 六層樓 這事堆頭到尾都不說 他說好 如果我們發言說這棟這裡真的有違建 下一句話 依歸列管排齋 一樣 依歸列管排齋 所以會不會猜 也不會猜 因為要排齋 這裡 這裡 剛才今天從頭到尾沒有講這兩棟 電腿是後面的後面 我告訴各位 電梯在虎邊 左青龍 右白虎 虎邊的那個 右後方 承受在右邊的中間 這裡面一堆違建 剛發局 他說他後禮拜要進去對不對 他今天有說 他說他後禮拜要進去 希望他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再站到這裡 還要用手機 他就帶大家進去 走電腿 走到六樓 看一個整個沙龍大莊園的 妙 給大家看一下 那天井 誰怎麼協助我們看一下 看我說電腿是那裡 對不對 他要解釋啊 剛發局 你說你下禮拜要去 好 你去啊 你就拍給大家看 但是他今天已經講了 列管排斥 獨法局講完這話之後 他不會再講了啦 他說我已經完成了 如果今天財院問說 你怎麼沒有照程序 有 我們已經列管排斥 沒有必要對原家特別好 也沒有必要對原家特別不好 全部都列管排斥 這第二案 第三案的是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 他說他也是下禮拜要去 對 很奇怪 下週要複查 都說下禮拜 每次都下禮拜 好 現在去看 他說一句話 這句話很重要 他說如果相關單位 來 什麼人是相關單位 我們市場的是什麼 政法局 這個消防安全的 這是消防局 要他們會看 有公安疑慮 他們兩個都要說有公安疑慮 第一 第一 優先處理 什麼叫優先 你說如果我們下禮拜去 消防局所有公安疑慮 馬上拆除 他說不是 他說相關單位 會看有公安疑慮 之餘 將優先處理 如果不處理 也是排斥 所以 對討告會 他就拿這個第三鬼 各位看這個第三鬼的文字 我跟各位講第三鬼的關鍵在哪裡 叫做專案簽報排斥 來 專案簽報 拆除 就是要成立 這還是一個專案 就不要再拓什麼一二三 就專案 但是要簽報 就是要有第一位公務人員簽 簽就確定說確定 這要拆除 這一定要拆除 問題是公務人員是什麼 這邊怎麼可能有人會簽 沒有人會去簽第一位 他說我們的同黨最好還沒簽上來 要快簽 看當時要簽 今天有兩個台東市議員在這裡 都是第三鬼的 專案簽報拆除 我們後來 後來 後來 議會開議臨時會 雖然剛才專案簽了 沒有簽我們看看 看什麼人簽的 不然你說專案簽報拆除 可是現在還沒簽 局長也還沒看到 董總到尾這三棟都不會拆 都不會拆 然後我請教是這個 這個庭委議員 怎麼樣看台中市政府千呼萬喚 終於所召開的這一場記者會 真的完全都不會動嗎 這是一個緩兵之計嗎 這樣子好嗎 我想對於網路上一直在說 盧秀燕市長所謂的 就是他們的一個秘書 今天這個記者會 就是在告訴我們全台中市的老百姓 我們就是依法辦理 依法來處理 那剛剛我想先回應 最主要的就是 剛剛智昌有說到 一個月前他就在公園旁邊 為什麼會現在才認定他 好像有危險 那就我所瞭解 我有問過都發局局長 他說原本他們是認定 他們是自由使用 自己私人使用這個住宅 所以他們沒有立即上的危險 是因為在這最近的工程時間 有進進出出的大型車輛 以及工程器具 那造成了鄰近的公園 有人在那邊遊玩 會有公安之疑慮 才會現在來認定 我想這都是公務人員的一個說法 我們沒有要辯誤 但我想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除了局長是盧秀燕所派任的以外 所有的包括主秘公務人員 都是以往我想林家庸時代 也都在裡面在服務的 那公務人員的一個平和 我想是有失最高標準 因為剛剛有說到 包括理事長 我們應該用最高道德標準 來看待這件事物 那我想現在目前都還來得及來處理 那我剛剛也有詢問過局長 到底排拆這兩個字 現在大家放大來處理 你敢不敢拆啊 他跟我回應一句話 當然依法處理 拆 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這是要排拆 他跟我講拆 他少了一個排拆 那我想這個件事情 所以拆是什麼意思 小樓我有聽到 我想這個部分 我不是幫他背書 如果他跳我票的話 我這邊也有對話記錄 像我也是比較相信我們的公務人員 那我想公務人員 這個部分他們也要自保 因為畢竟監察院如果查下來 你們的兩位名義代表 是第一軌的急報急拆嗎 還是第三軌的列管 規定來報拆 這個就差很多 就是第三軌 他會認定成第三軌 第三軌就是要專案簽報拆除 對 專案簽報 專案簽報 那基本上 有可能火速簽報 我想這個以我們現在 大家都在關注的這個議題 他應該是會非常快 應該現在就在簽 隨便聽 要等到美國幾年 這個部分就是我所了解到的 那雖然他被認定為第三軌 這是公務人員的一個平和機制 我們沒辦法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平和 那當然我現在了解主管機關 最高的就局長嘛 他給我的一個文字訊息就是 依法處理 猜 我們要來讓大家知道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依法行政 我想這件事情讓我看到了 也是代表盧秀燕團隊硬起來 是 來這個余將軍 其實庭委講的話 我百分之九十都贊成了 但是我要講一個 為什麼開這個記者會 民意沸騰 大家已經對這個事情 關心到不能再關心了 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違建事件 眾人關心的事 那就是政治嘛 你說一般的違建 那就是大家一個違建 一個規定而已 那可是我講到 政務官跟事務官的不一樣 台中市政府絕大多數是事務官 他不是 他不會隨著政黨輪替而改變 他是他的工作嘛 他可能要做二十年三十年 可是事務官聽誰的 聽政務官 聽政務官的 所有的政治責任由政務官付 事務官只管一件事 你指導我做的事情 有沒有違法 只要沒有違法 我都幹 所以說不管是排拆 還是火速拆 還是立即拆 只要不違法 我事務官就做 他不會幫你做任何的辯護 厲害的是政務官 今天這個記者會 其實他就是一個政治記者會 他要告訴所有的台中的百姓說 我盧秀燕不是盧秘書 我會出來把嚴家的事情都拆完 但是重點來了 我跟大家講 重點來 優先拆 強制拆 都是話術 重點是什麼時候拆 老百姓要知道 是什麼時候拆 優先拆 強制拆 對 你比三十年多一天三十九年優先 那你強制拆 反正不是他家出的錢 由政府公帑來出錢 就叫強制拆 問題老百姓知道是什麼 何時拆 明天 後天 大後天 七天後 還是盧秀燕選完市長以後 我覺得這都是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盧市長現在這個記者會出來 大家的瘋狂如何 有沒有展現出盧市長 向這個所謂違規 向眾人關心的事情宣戰的決心 目前看來好像沒有到達預期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後面的決心會調整 盧市長他對於這個違建 猜還是不猜 我覺得他的決心 會隨著人民的關注的程度而調整 那顯然的這場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這個話術是失敗的 因為這個不管是排拆 優先拆 強制拆等等 那行家都說出來了嗎 有三段嗎 有三個等級 一鬼 二鬼 三鬼 對 你有三個鬼 不管你是哪個鬼 你搞什麼鬼 你什麼時候拆 重點是什麼時候拆 我覺得這才是老百姓關心的事 盧秀燕市長 如果你真的對你十一月的選情 你這麼有把握 你慢慢拖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反正中二選舉已經選舉完了 現在面臨到的是臺中市長未來的選舉 我覺得不死霹靂手段 難顯菩薩心腸 該做就做 在中二選舉的時候 來致昌中二補選的過程裡頭 也許說會擔心有影響選舉之餘 可是一般認為在選後 總是對於公權力的建局禮局 可以快刀轉爛嗎 否則你要拖到年底嗎 是公權力如果被外界認為 你召開記者會之後 還是不敢正面去面對 甚至微微縮縮 這對臺中市政府來講 說真的其實是不好的 來致昌怎麼看 當然是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從這兩個多月來 只要攸關市府的 我們都是針對所謂的公平正義法規 法令這個層面來探討 因為受傷害的是整個公務體系 大家在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但是遇到嚴加的這麼多的一個案例 怎麼跟一般老百姓 一般市民朋友遇到的 怎麼都不一樣 所以說OK 你有這個避免影響選舉 我想我們都OK 但是已經選完局了 選舉也告一段落了 但是大家 一樣要看的是這個市府啊 這個是我們大稅人 市民朋友 依賴的市府 我之前也講過了嘛 這個如果你不處理好啊 小樓 我想不是到我們家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啊 這個每天就大排長榮嘛 我就要比照誰 我就比照誰 所以說我們還是強調的是一個市府 該有的依法行政 而這樣的一個今天的記者會 說實在話啦 所以我是肯定他們願意站出來 但是就如同許多這個來賓講的 他不說最小 其實我是相信公部另外的啦 但是你不可以讓我們漏氣 你不要讓我們漏氣 這過年後 議會開議就開始定了 這個什麼叫做優先猜 強制猜 怎麼猜 講清楚啦 你站起來 我想不是只有一個建築物 對 而是所有兩百八十一萬的 台中市民朋友 在看你盧市長 看一看市府的信任 的確 又是公保地 又是國有地 又是核川保護地 因為不要讓外界覺得說 都發局你始終在睡覺 應該要醒了嘛 來這個黎晃怎麼看 都發局還是在睡覺 只是之前沒有說夢話 今天說了夢話 就這樣子而已 都發局這個記者會 我想起一句 以前民間很常流傳的一句俗語 發出千萬條 這件事情第一個 我告訴大家南屯那個招待所 都發局發文給屋主嚴仁賢 認定有違章見竹 到今天已經四十幾天了 我恭喜台中市民 台中市以後的違建 建立了一個新標準 就是你至少可以再拖四十天 不用拆 從收到公文書算起 至少再拖四十天不用拆 我們如果拿一月九號做一個時間點 把它切開的話 現在今天跟一月九號之前 有什麼不一樣 唯一的不一樣是嚴寬人落選 如果嚴寬人當選 我跟你講 今天連這個記者會都沒有了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